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ARM工具 对于应用上下文识别的能力 也就是对低基层应用服务的识别能力 我们先在防火墙里面看一下现有的规则 然后我们进入到ARM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三个监控Session在运行了 我们进入到其中的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Session已经监控了有378个数据流 然后我们启动一个新的监控Session 我们要监控的对象是财务应用Finance App 所以我们要把属于Finance App的这些虚记全部都找出来 然后把它们加入到监控列表 让ARM工具对他们的网络通讯进行监控 我们可以看到Finance App的监控Session 已经在运行了 目前只监控了6个数据流 所以我们到财务应用这边去刷新一下 产生一些数据流 好了 我们看到现在监控到的数据流就变成了37条 这个数据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停止监控 然后把收集到的数据交由ARM工具来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分析之后 我们已经把这个数据流的话进行了一个整合 那么这个数据流呢 实际上是由一个现有的一个共享服务里面的DNS的规则作用的 我们再到这个推荐的这个防火墙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呢 ARM工具呢也识别出了这个第七层的这些应用服务 同时呢ARM也给我们推荐了安全组 这个属于这个web界面的这三台服务器呢 都别列在这个组里面 我们在发布这些规则之前呢 我们需要对这些规则呢 进行一个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呢 前面两条规则的话呢 实际上是重复的 他们已经是有现有的共享服务里面的DNS和NTP规则 已经覆盖了这两条规则 所以我们选择把这两条规则删除掉 那么这条规则的话呢 我们希望是对所有的IP地址开放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IP地址去掉 改成ANY 因为录制的时候是仅来源于某一个特定的IP地址 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规则呢 把它发布到分布式防火墙 把它插入到HR application之前 OK 然后我们到防火墙这边去检查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Finance应用的这三条规则已经被发布出来了 而且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HR application这一个section之前 那么 FinanceApp的这三条规则的话 第二条 它的ID是1243 好 我们记一下 然后我们到应用这边来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到Loginsight来看一下刚才的规则是否生效 我们看到最新收集的这个日志里面呢 这个规则1243呢 已经生效了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